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强人才联合培养等 我向马克龙总统表示 中国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新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共同会见记者到此结束 两国致力于为对方企业提供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